哈喽大家好啊,我是刘二手,其实才能给大家说,上来说到那个 跟那个姨姐,他们一块去买那个 奢侈品,当然这些也是一些高仿的,可能有些理解不了啊 就是说为什么明星那么有钱,他们也买高仿的,因为 这个也不太好说,其实有些 包啊或者什么的,他比如说是市面上线高的啊,或者说那个配色 他就一直没买着啊,他们也就买个那个高仿的啊,背一背 再一个,怎么说呢,明星他也是人,他那个包啊 一般他用了一次两次,他就不再用了 所以如果都用成新,真的呢,他也挺浪费的 就背个一两回,他不像咱们老百姓买个东西,说一下用个一年两年 或者用坏了才扔,他们这个 对衣服啊,包鞋什么来说,都是穿了一次两次 就再也不穿了,不用了 那天还碰见谁了呢,碰见 娜姐 唱歌那个一姐,娜姐 就是当时给那个田镇挤他走那个 曾经有一头著名的叫什么好搭一棵树啊,他唱的 娜姐这个人就比较豪爽啊,而且呢 怎么说呢,为人啊,特别可爱啊,认为 怎么说呢,那会儿 娜姐的老师叫李古一嘛,李古一给娜姐的评价就是 有个好嗓子,但长了个狗脑子 然后娜姐在圈里跟谁呢,跟那个刘嘉玲和 王菲,因为王菲这人说话也耶人 你看之前记者问他说,你谈谈你女儿吧 他说我女儿有什么可谈呢 跟赵薇一什么,他们都不错 啊,当然最后就是说明星来说尽量 一般人能不接触,尽量不要去接触 这个 太难伺候人了,太难伺 那次结束之后呢,明哥呢 给了我点钱啊,给了我多少呢 给了我20个W 之前不是见汪皮库的吗 然后明哥说他要不给你,我给你 后来他也就给我了 后来他也没问说汪皮库到底还没还 其实是还了 但是这钱呢,我自己也就眯下了 毕竟20个W 然后我就又飞到妈哥家了 飞到妈哥家那天我 去了几个菜市场,大大小小的 然后没有去找到什么明灯 然后呢,就是说我的心得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找不到明灯的时候 你去哪呢 去那个游 游客就是旅行团比较多的那个菜场 你看那会我待那会那会 旅行团比较多的 还是威尼斯人 但是现在可能到了银河那边了啊 可能是银河那边游客比较多 因为游客里的话 他好多都是第一次来的 而且第一次来呢 他红米的几率比较大 因为很多东西 玩这个东西啊 你越是心理状态越放松 越是不懂的规则 就是我就是玩一玩 输赢无所谓 往往在这种情况下 能红米啊 就像我之前视频里说的 无心生大用 啊就是我没有什么功利心 什么也不图 什么也不畏 啊就是随便玩 啊爱输不输 爱赢不赢 就是来一趟 我就体验一下就行了 这种往往能红米啊 像咱们这种老哥呢 就是说去了 就是为了红米去的 很多时候往往你带着很大的压力 而且你背着这种包袱啊 心理包袱啊 把你心的也扭曲了啊 不好有些时候 往往会失利啊 就是黑名 那天呢我去的时候碰见一个老爷子啊 那老爷子就是一看就是很固执的那种人啊 就是而且那是上海宁啊 上海人 那天那个旅行团可能是带老爷子去看完八卦联军表演啊 就是那会儿在金农有一个表演旅行团老去啊 去看那表演 老爷子呢看完很生气啊 就是说这个 有商风化啊 就是这个表演啊 什么的就怎么怎么不好啊 就一路呢就是在用上海话呢骂啊 骂这个地方说这个 就这意思吧啊 他觉得因为年纪大了老人呢可能思想比较保守一些 然后看到这些东西呢他觉得挺可气的啊 就是光天化之下竟然干这种事啊 那个时候呢老爷子嘴上骂归骂 但是身体很诚实还在这推着啊 这有有些时候人他有些时候就这样啊 你就是说咱怎么说呢 就是说咱们在社会上也是 有的人满口的啊 义正言辞啊 给人一种什么的 义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这种人干的那种难闹女昌之事啊 最多啊 老爷子在那推着啊 老爷子推的呢也不是很大啊 几百一币一开两开的 但是呢 我总结的就是说人的财运和人的这个良性成反比 越有良性的人呢 他越那什么越不好挣钱 咱那会儿呢就是怎么说呢 也不管说这老爷子说他是真的有良性还是假的有良性 反正那天老爷子运气不太好 我就一直跟老爷子反着推 他推红我就推蓝 他推蓝我就推红 老爷子呢带着两个女儿啊 女儿看着也不是说太大 二十多岁吧 啊 陪着老爷子一块玩啊 那老爷子黑名了呢 两个女儿也没怎么拦着 就是女孩子一般比较孝顺 就是说黑点名黑点名啊 我爸高兴就好 当时就是那么个状态 他们呢也不懂什么叫明灯反灯 因为他们一看就是游客第一次来 我呢跟他反着推呢 他也没看出来啊 他也没脑子往那想 那一会儿呢 我拿着这二十个W啊 足足红了二十六个W 就跟着老爷子反着推 然后那会儿呢 老爷子呢就走了 为什么走了呢 就是导游叫集合了 因为他是跟旅行团来的 他这个时间上呢 不像说自由行的那么自由 导游就是说集合了 还得去下一个景点呢 然后呢 我就那什么了 我就走了 走了呢 然后那个 我坐电梯的时候 在电梯上有一个女孩子 就一直哭 哭得梨花带雨的 就是眼眼红了 脸眼给哭肿了 我就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话 然后那个 我说那你别哭啊 你老跟那哭也不解决问题 你有什么事 你看你跟哥说说 有什么事的 我要能帮上你的话呢 我就尽可能的帮你 好不好 然后呢 他呢 大概他那个意思 说什么呢 他就是说黑敏了 说白了就是黑敏了 你像妈哥 他有什么可哭的呢 对不对 他有什么值得 让他哭的地儿呢 在妈哥只要有敏 你过那日子 就跟神仙过的日子似的 你有什么可哭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大概问了 问就是 这个女孩子啊 来了 他说是第六次来 马哥了 前前后后呢 黑了家里 他有 二百多万 然后呢 就是这个敏儿 是背着家里 他家里人不知道 然后他黑了 然后说 现在呢 手里头呢 就只剩了6K 就是说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说 这6K要黑完了 我也回不去了 就 就这么 哭 然后我说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今天我说 我比你运气好点 我红了26个 打不了 然后呢 他一听呢 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 要不然哥 这个 这6K呀 我交到你手里头 就说 那个 你帮我打 行不行 我后来 我一想 哎呦 我不敢 说实话 这个跟别的情况不一样 他说了 他这6K要再黑完了 他也回不去了 我要真给人黑了 对吧 那什么 但是呢 那会儿呢 他说 他就认定我了 就是说 你就 你就 你帮我代打吧 我就指定你了 黑了我也不找你 好吧 我再三确认 黑了他不找我 其实呢 这6K呢 真黑了呢 我也能赔给他 但是呢 有些时候 我就怕这女孩子 想不开 偏激 真怎么着了 到时候 责任赖到我头上了 后来呢 我就带他去了 去了 然后 当时呢 我就 随便推了 那么两三手 然后给他 红了点 红了 打 打到了 1.5W 然后呢 我就把那一个W 就给他了 我说这一个W 你先拿上 然后这5W呢 我继续帮你推 那天呢 运气还挺好 然后拿着那个5W呢 我又推到3.2W 我又给了他俩W 然后这俩W你拿上 然后就那么着推 就是帮他推的同时 我自己也推 就等于我们俩那码 就合到一起了 后来那一天 到晚上的时候呢 一共给他红了6个W不到 然后 我就那什么 就收了 收了 然后就是带他吃了点 吃了点饭 然后当天晚上呢 他说他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他说咱俩就住一个房间吧 你住哪 我就跟着你去哪 然后当时呢 我觉得这女孩胆还挺大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 因为还是觉得这女孩子不容易 这女的呢 长的呢 咱只能说一般人不算太难看 也不是很好看 然后 但是呢 给人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挺可人疼 那么种感觉 就是这孩子一看 看着 就觉得这个人啊 是一个正经的女孩子 你就是愿意去跟他 做朋友 跟他交往 那天 就去酒店了 酒店 然后 就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那什么都没有发生 因为 那个时候呢 因为确实人家哭的 离花大雨 我觉得也挺可怜 也没想那么多 才一个才妈 女人也就那么没事 到第二天呢 就是 起了之后呢 他说 今天还得沾斗 我说 这个 我跟他说啊 这个 在菜场上 没有必胜 就是说 不是说 你想沾斗 你今天就能轰鸣 他呢 就是 他那意思 这就觉得 无所谓 那个 我就觉着这个 又行了 他有些老哥老姐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 他上一秒 黑了点名 还觉得不行 哎呀不行 我活不下去了啊 你稍微 红那么一点点 红的一达不六 两达不六 这坎又行了 我就就就天晴了 雨停了啊 觉着自己又行了 就没事了啊 又高兴了 心里头又 又看到希望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那就去 吃了点早点 然后呢 就决定一块干 一块继续战斗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